看新聞開始也 歡迎收看今天十月二十七號的公視手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世界衛生組織 所展開的全球團結試驗疫苗計畫 宣布入選的兩款疫苗名單 其中一款就是國產高端疫苗 後續將在三個國家進行大規模三期試驗 這項重大訊息也讓高端相當振奮 表示將持續努力進行臨床實驗和國際布局認證 加速全球疫苗接種覆蓋率刻不容緩 WHO的官網上二十六號晚間公告最新聲明 正式宣布和哥倫比亞、瑪麗以及菲律賓衛生部 共同啟動全球團結試驗疫苗 已經從二十款疫苗中優先找出兩款前景可期的疫苗 包括美國伊諾維奧製藥公司的DNA疫苗 以及高端蛋白質次單元疫苗 將會在哥倫比亞、瑪麗和菲律賓三周三國 進行大規模三期試驗 獲選為世衛團結試驗疫苗 高端隨後也發表重訊證實 另外也對未來一時無法赴美的國人表示 揍成不變深感遺憾 因為美國今日已經宣布 十一月八號入境美國的旅客 都要完整接種WHO 或者是美國FDA所核准的疫苗 高端目前仍趕不上這一波名單 其實外交部在今年九月起就已經積極向美方了解 這些新的入境措施 那所以我們的外交部跟我們衛福部 也都持續的透過管道跟美方溝通 就是爭取將高端納入這個美方的疫苗清單 政府向高端採購五百萬劑新冠肺炎疫苗 截至十月二十四後打了一百三十六點七萬劑 庫存八十六點四萬劑 依照合約還有兩百多萬劑將會交貨 有鑒於高端近期接種量都不高 可能會打不完 解惠中心考慮送給取得EUA國家 我想這個外交單位持續在溝通中 WHO所主導的團結試驗疫苗 是一個跨國的臨床試驗平台 來自全球的科學家和專家 組成獨立疫苗優先次序諮詢小組 快速評估新候選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目前高端也正在巴拉圭進行新冠疫苗 第三期臨床試驗 統計到本月二十後 由近百名受試者完成了第一劑施打 記者 朱鋒之中健康 綜合報導 國內本土個案再次加零 但新增四例境外移入確診 而日本也再次宣布 捐贈三十萬劑AZ疫苗 預估今天抵達臺灣 另外因為長輩施打疫苗 面臨停滯階段 指揮中心 研擬要在捷運設立接種站 更思考要抽獎來增加誘因 國內新冠疫情穩定 二十六號沒有本土 確定病例及死亡個案 但指揮中心說 新增四例境外移入個案 分別來自美國 菲律賓 英國及印尼 其中一人為突破性感染 今天的四例境外移入當中有兩例 序號二跟四 都是接種過科興疫苗 其中序號二這一位接種過兩劑 那屬於突破性感染 指揮中心宣布增加開放二十六號 中午十二點前三十歲以上 已經意願登記 BNT疫苗 民眾可預約接種第一劑 預約的時間是二十六號下午四點 到二十七號中午十二點 另外在加開十月十三號中午前意願登記 且七月三十一號到八月六號 已經接種AZ第一劑的四十一歲以上的民眾 可預約接種第二劑的AZ 目前國內疫苗人口涵蓋率是百分之六十八點七三 但七十五歲以上民眾的第一劑 疫苗覆蓋率一直停在七成 面臨停滯的階段 指揮中心你在捷運設接種站 也思考抽獎當誘因 而外界關注接種站是否因為第十三輪開放AZ混打BNT疫苗出現氣打潮 指揮中心表示第二輪AZ第二劑開打五天來報導率逾九成沒有看到氣打潮 而日本政府也在宣布將在捐贈三十萬AZ疫苗 預計將在二十七號運抵臺灣 這也是日本政府第六度捐贈臺灣疫苗 捐贈疫苗總數將超過四百二十萬劑 記者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根據一百一十一年度國防部所屬單位預算案 有十七項超過百億元的大型軍事投資建案 總經費八千四百二十八億多元 立法院預算中心示警 國防部要提早擬定因應對策 並籌措裁員 再來看自由時報的報導 根據內政部最新戶籍統計 到今年九月底 臺北市加戶數已經減少超過三千六百戶 是一九九一年有統計以來的首度衰退 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軌道建設近期爭議不斷 交通部長王國才昨天拋出環島高鐵不是夢 強調不管是宜蘭高鐵還是南沿屏東站到六塊錯 都希望未來還有延伸的機會 而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宣布 目前南沿屏東規劃到六塊錯 這並非是最難端 未來還會延伸到潮州 高鐵延伸宜蘭計劃 選址卡關從四案變六案 引發地方人士批評 決策越來越混亂 並質疑背後有政治大老黑手伸進來 是政治凌駕專業的結果 王國才上午接受媒體專訪澄清 其實在新增兩岸是修正案 不是額外新增的兩個地點 王國才表示高鐵宜蘭站設置還會考慮一個因素 就是能不能延伸 他說高鐵南沿屏東 站直選在六塊錯 就是考量可以再延伸 目前高鐵規劃南沿 以及延伸宜蘭 另外花東雙軌化進度 也正在準備興建中 已經完成三分之一 王國才說高鐵環島不是夢 環島高鐵我覺得不是夢 至於高鐵延伸到屏東 目前已經確定在六塊錯設站 但有立委質詢行政院長蘇貞昌 認為六塊錯前不著春 後不著墊 根本沒有觀光客會去 朱仁彰回應 還會再延伸 另外外界質疑 高鐵延伸宜蘭計畫 直接跳過可行性評估 就做綜合規劃研究 不符合行政程序 王國才澄清主要是可行性評估 等於從零開始 恐怕公期是遙遙無期 因此請顧問公司 規劃並行一起做 強調審查過程一樣嚴謹 記者黃瀟中 臺灣報導 四大公投案十二月十八號舉行 如果公投過關 將對民進黨政府帶來莫大壓力 因此撫冤黨規劃要正面迎戰 第一場公投座談會傳出會由總統蔡英文親上火線 而藍營也進入備戰狀態 最快這個星期就會展開第一場宣講 同時也宣布要夜宿開到四十九天 牽涉到國家當前重大政策和制度的四大公投 因為疫情延後到十二月十八號舉行 目前距離投票日剩不到兩個月 臺灣民意基金會公布最新民調 如果明天投票反萊豬公投 有高達六成以上的同意票 藻礁公投和公投榜大選 還有重啟核四公投通通會過關 對民進黨政府而言壓力不在話下 不願黨將正面迎戰傳出首場公投座談會就由總統蔡英文親上火線 政府要出來清清楚楚向人民報告 政府為你做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 總統會努力 我也會帶著整個團隊到各地向人民報告 經濟部的立場 在我們行政機關 我們就是努力讓這些客觀事實讓大家了解 那我想職位不職位 這個都是長官決定 這個不是我的重點 一言再演的白場公投座談會 民進黨預計三十號啟動 首場地點傳出在藻礁對決的桃園 民進黨最快二十七號確認 身兼黨主席的蔡英文也將率先對公投表態 黨內立委更是以選區劃分責任區進入備戰狀態 跟民眾來做一個對話 那這個部分就考驗每一個政黨 他動員的時候訴諸民意 大家的論述民眾到底有沒有辦法 接受的問題 成立這個公投這個小組 那今天也會再召開會議 國民黨採取的方法也是一樣 就是蘇貞昌院長不是說 他們要下去宣講嗎 事實上我們也準備安排這個 下鄉巡迴的宣講 陳柏惟罷免案通過國民黨趁勝追擊 國民黨中央二十六號召開公投小組會議 黨主席朱立倫將在三十號全代會宣示 全民公投行動適時啟動 最快這個週日就會展開第一場宣講活動 並且宣布將夜宿開到四十九天 立平公投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臺鐵太魯閣號事故 到現在超過半年 包商李毅祥 移工華文豪 第一時間被羈押 花蓮地方法院昨天表示 相關證人都已經交互結問完畢 可交保後傳 裁定李毅祥六十萬元交保 華文豪責付與良性受責付人 檢方提抗稿 臺鐵第四零八次太魯閣列車重大事故案 被告李毅祥移工華文豪 在今年四月被羈押 並在七月二十一及九月二十一號延長羈押 花蓮地方法院表示 相關證人都已經交互結問完畢 目前訴訟進度確保後續審理等程序順利進行 應該沒有繼續羈押的必要 參著兩人經濟能力犯罪情節造成的法律侵害大小 分擔犯罪實行角色地位等因素 裁定李毅祥六十萬元交保 華文豪責付良性受責付人 兩個人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八個月 花蓮地檢署檢察官則在二十六號提出抗告 認為被告李毅祥只是以六十萬元的低額 巨保金替代積壓 不足以擔保被告兩個人 將來如實面對司法審判以及刑罰的執行 而且與犯罪情節規模以及所造成的損害不相當 不符比例原則依法提起抗告 為了協助辦案 法務部和臉書等公司 在多年前簽訂協議 可以透過統一聯繫窗口調取資料 不過有檢察官就指出 近期有多起涉及國安法的案件 涉案人大多以中國通訊軟體WeChat 聯繫 平台業者在台沒有據點 中方也不會給予協助 增加辦案難度 國防部軍情局特異上校張超然等人 被控遭到中共吸收加入共諜組織 遭檢方起訴 新黨青年軍王秉中則被控和中國男子 周鴻旭共謀在台發展中共組織 依審認定檢方舉證不足 判決無罪 檢方上訴後 告怨仍在審理 近期多起涉及國安法的案件 就被查出疑似是利用中國通訊軟體 WeChat與中國人士聯繫 警方表示WeChat的母公司在中國 台灣沒有射點 欠缺在台聯絡管道 即使聯繫中國平台業者 對方也沒有意願及法律義務提供協助 只能透過搜索等手段取得 涉案人通訊設備 坦言增加收證辦案難度 法務部長蔡英祥指出 對於加密軟體增加 偵查困難會盡量克服 雖然NCC日前研理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 納管通訊平台 不過還是無法包含WeChat NCC強調數通法草案基於犯罪偵查 可以要求業者提供通聯記錄 不過目前朝落地登記的公司等方向進行 因此即使草案通過WeChat也難以管制 至於法務部擬定的科技偵查法草案 讓檢方能夠以相當手段進行犯罪偵查 但涉及侵犯民眾隱私等爭議 如何規範 仍在討論 國內汽車大廠核泰宣布日本進口的五款車系即日起停止接單 因為日本原廠將調漲價格 預計週四公佈漲幅 至於已經接單的大約有兩千兩百輛 交車期限將延後三個月到半年 核泰表示 不止進口車含漲 國產車全車系也將調漲價格 Toyota進口車全台大缺貨 因為日本原廠含漲 Toyota台灣總代理核泰替車 宣布即日起停止接單 核泰汽車宣布包括 Camry Siena Prondo GR Yaris等五款進口車系價格調漲 因此暫停接單 調漲的車價預計最快週四公佈 至於已經接單 約有兩千兩百台 交車期延後三個月到半年 旗下的營業所表示 因為售價調漲消息曝光後 近來賞車的人潮增加三成 不少人提早下定買車 現在目前漲價幅度在3到5% 配備是不會變動的 那價格就是往上調漲 現在客人決定期都是提早 本來就不想買車 它變漲價我更不想買車 核泰汽車總公司表示 不止進口車價調漲 國產車全車系也要調漲 近日就會一併公佈 學者表示 主要是車用晶片短缺 以及塞桿問題 收到單子不見得就可以出貨 供不應求推升車價 學者分析 金屬類的原料從今年到現在已經出現兩位數的上揚 加上景氣復蘇 大部分的國家推擴張性的財政 基礎建設大增 對鋼需求大增一樣供不應求 不過美國通膨超過5% 認為聯準會勢必會做出因應 讓資金回流美國 一旦美元走強 通膨的情形 大概明年第一季到第二季就會舒緩 記者黃略 張國良 台北報導 國內疫情趨緩 不少新人擔心婚宴被拖延 因此決定要搶在農曆過年前完成終身大事 有知名的婚宴會館 減班休息提前結束 但也有部分業者 因為定期率在短時間之內沒有完全回流 因此內場人員還是要繼續減班休息 新冠肺炎爆發的這一年多來 許多打散結婚的新人們 要穿上婚紗 布上紅毯的這條路 比以往的新婚伴侶還要坎坷 好不容易等到國內本土疫情趨緩 婚宴防疫規則鬆磅 新人們不想再度延期婚室 紛紛搶快 決定要在農曆 歷年前結婚 但燕客規模有縮小的趨勢 非常的趕 就想要趕快在今年完成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就會以拍婚紗的新人為主 那現在的話 開始就會有一些 比較像是小型家宴 或者是說 比較單純儀式的新娘 之前我們的新娘可能他會希望挑選比較 然後比較長脫圍的白紗 那現在的話 因為場地受限 所以他可能就會選比較合身 或者是比較好行動的白紗 婚紗業者指出 五月疫情爆發後 新人紛紛延後或取消婚禮 他們只好被迫電修 直到近兩個月 終於能恢復正常 而北市知名的婚宴會館也是十月中旬 提前結束 減班休息 下個月開始 員工可以正常領全新 減班休息期間 婚宴會館部分廚師 服務人員得想辦法在外兼拆 咬牙度過難關 最近總算可以送一口氣 但有不少訂單取消了 就沒再回來 有單一業者定席率不見起色 近期仍向勞動部通報上百員工 減班休息 記者黃金 吳家寶台北報導 引申在士林夜市 白色恐怖事件受難者 臺大醫師郭秀從的故居 建築還保有臺灣 日本和歐式風格設計 被指定為市定古蹟 而買下這棟建築的屋主 願意放棄上億元的土地價值利潤 成為私產古蹟保留的成功案例 灰色建築 紅磚牆七成白色 帶點巴洛克風格的設計 隱身在繁華的士林夜市中 劇度位在大東路五十四號的建築 二十五號經過臺北市文資審議委員會指定為市定古蹟 保留了非常多日治時期的馬賽克 還有摩石的地平 這裡同時掩飾白色恐怖事件受難者臺大醫師郭秀從的故居 郭秀從不只是臺大外科醫生 就讀醫學院時期 曾經成立反日組織遭捕 日本戰敗後獲釋 而在二戰結束後 因為疫病橫行 出任北市衛生局防疫科長 並組織防疫工作隊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 懷抱著理想加入共產黨 反抗國民黨政府 因為光明暴事件遭捕 一九五零年在馬場丁槍爵 得年三十三歲 這棟建築十年前被蔡先生買下 原本打算拆除重建新大樓 最後被文化局說服 放棄上億元土地價值利潤 成為私塵古蹟保留的成功案例 目前這棟建築乘租給一家泰式餐廳 文化局承諾 在不破壞建築的基礎上 餐廳也能繼續營業 記者林姓謝鎮林 臺北報導 國際最新消息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專家 投票贊成五到十一歲兒童接種輝瑞BNT疫苗 接下來就看FDA是否批准 如果給予緊急授權 全美兩千八百萬名幼童 十一月就可以開打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專家小組 二十六號針對五到十一歲孩童 使用輝瑞BNT新冠病毒疫苗的建議 最終投票結果出爐 主席蒙托問的也正是對孩童最關鍵 最重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科學數據 專家討論的還包括可能發生與心臟有關的潛在副作用 此前輝瑞針對兒童進行大規模臨床實驗 發現使用成人劑量的三分之一 防護力約百分之九十一 上週初步分析結果出爐後 FDA專家表示疫情之下這樣的防護力 明顯大於可能出現的極微小副作用風險 不過有些專家表示不確定是否 每個五到十一歲孩童都需要打到兩劑 因為說不定有些人早就感染過 疫苗可能變成多打的 專家投票贊成使用後 FDA將在未來幾天決定是否緊急授權 疫情以來 美國五到十一歲孩童 有近百人染疫病故 超過八千三百名兒童住院 其中三分之一需要重症監護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 南部地區及其他深區有局部短鎮鎮雨 接著就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公視首語新聞 我是王小舒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明天同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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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